首相昨天宣布我国的防疫措施迈入复苏计划第一阶段后 东马的沙巴州政府也宣布将从明天起为管制令松绑 重新开放餐厅堂食 售卖输果与海产以及理发服务 除了饮食业与日常用品 州政府更进一步 允许制造与工厂领域恢复营业 包括橡胶业 家具与木料厂 还有生产杨灰与油漆 沙巴首长拿督哈芝芝今天通过文稿宣布 获准堂食的餐饮业 涵盖餐馆 食当 还有酒店餐厅等等 各类型的食事 此外 州政府也允许没有肢体接触的体育休闲活动 包括健身舞蹈 戈尔夫球 钓鱼 还有骑脚踏车 虽然开放部分经济和社交活动 但是哈芝芝强调 沙州在复苏计划第一阶段 依然会沿用早前行管令3.0中所制定的大部分防疫作业程序 促请民众注意 至于其他的程序细节 则会在近期内陆续公布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